今天是11月25号 周六A股不开盘 周五盘后出了一个重磅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关于什么的呢 关于汽车的 那么在周五的话 汽车出现了一个下跌是假酸吗 接下来怎么走 我们就汽车方向做一个技术的解读 为什么说A股周五的汽车有点像假酸呢 盘后出了一个重磅的利好 关于新能源车的就是广东省继续扩大 加大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扩大加大汽车下乡 这是周五新能源车的一个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下周怎么走 请大家对这个方向 大家把握不住的看不懂的 走细听 听完心里就明白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上讲的这些技术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故作为依据 我们就新能源车 骑着零部件 无人驾驶做一个技术解读 从分数图来看 周五是不是 低开一路走低 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很弱 但你看一下K线 K线在这个位置 它属于一个明显的缩量的行情 那么在这个位置调整是好事 调整是机会 我一直强调大家要重视汽车 要重视新能源车 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这个时候没有人通我了 我在讲低位的时候 我记得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说 这个汽车了 要什么 要进场了 要低息了 要入场了 但是很多不理解 很多人说这个什么 低点不敢进 我一直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重视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什么 属于大消费方向的 就是说汽车这个消费 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最便宜最便宜的 对吧 也有个几万块钱 有吧 那贵的几十万的 上百万的 对吧 都有 对吧 那么汽车消费 它可以带动什么 可以带动市场经济的一个发展 可以什么 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 所以以汽车消费带动就业 是非常不错的 这也就是我意思强调大家 我们2023年国内的经济 国家经济不景气 那么以前经济不景气 要直接就是什么 放大招 直接搞基建 弄房子 对吧 那现在不行了 所以消费才是重头 那汽车后面就是重点了 另一个汽车消费的话 它还有一个新陈代设 新陈代设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新的换旧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节 汽车的空间 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刚才在开头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那条又来了 如果说广东推的话 上海会不会推 其他地方会不会推 是不是 所以这里 我觉得调整后 仍然是机会 还有我一直强调 我说汽车也好 科技也好 前高附近 就比如说它突破了 对吧 这里 这里 突破了 前高附近 我们怎么样 前高附近要减车 减车车下来 等它调整到对位了 我们就可以低息了 可以上车了 你看这里调整 不就是给你上车的吗 对 汽车接下来调整后 仍然会进攻 仍然会把它 大家一定要重视 好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 新能源车 在周五的一个涨幅板情况 有多次票大涨 多次票涨停了 问题来了 谁会成为新的大头大哥 前面有多次涨了三四厘米 这个就不用我说了 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属于北交所的 那么北交所是什么 属于一个恶意炒作的 那么这人就只能看看戏了 大家知道这个星期 北交所为什么涨那么好的话 主要原因是什么 资金的炒作 资金炒作北交所的一个利好 另外一个就是北交所 他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股指期货做空 没有什么 没有期权 没有这个线售股 这个 转融通 所以资金可以大量去炒 对吧 就是这个原理 但是这个散户是不能参与的 所以去掉这个之外 你看新能源车 真正在奥斯里面 创一把就这个电弓 那么像这种 就属于一个底部的一个突破行情 突然就拉起来 那么我觉得大家还在注意 他为什么拉起来 所谓原因是什么 利好 对不对 厦门国资以11.6亿 接手他的什么 接手成为大股东 他就是一个明显的 并各重组的一个利好 所以这些大家注意 他会不会成为一个短期的利好 大家知道国企改革成为近期的一个焦点 所以大家还是在留意 好 你看深远 深远真的就不用我说了 短期在高位 大家在操作成本 尤其是最高要特别小心 像安徽 这个也是属于这个百交所的一些 但是我发现 大整的票几乎都是百交所的 除了百交所的其他票都不行 但你同样要发现 比如说像这种 作为什么趋势票 多头的趋势进攻票 那么在趋势的一个支撑为附近 就值得来重视 你比如说像这种 它已经加速了 那么五天均价线就值得来重视 如果说五天均价线能够守得住 我们怎么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好 你看东安出现一个澳联版 这种票的话 它突破了前面的高位 在周五 大家看 在周五A股出现大幅度的一个跳水的过程中 它都能够顶住分级没掉下来 它的资金关注度就进攻的一个概率偏高了 所以东安的话很有可能成为接下来的主线 接下来的重点 大家做短信的朋友应该要留意 还有日人见子 它也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趋势上的一个加速 整体来说这几只大涨的票 大家要记住的是什么 是澳联版的票 就是说它要联版的票 如果说要选出新农农的话 很有可能就在这些票里面出来 当然还有一些需要小心的 就是后排的一些大跌的票 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票 大家还是要短期注意一下 避开 不要轻着去接 不要轻着去顶 当然有一些前期的好票调整到位的 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这里我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整个的汽车这个方向 就是说有些暴涨几倍的就不要轻着去了 你比如说这种类型的票 对吧 从这里低位启动到这里暴涨几倍 你去追的话 风险极大的可能 你看这里一个地厅 这里应该是属于一个十几厘米的大面板 那么如果你在高位阶段就总是比较大 再次的提醒大家 就是说短期出现暴涨的 不要轻轻的去接了 不要轻轻的去顶了 找低位的一些补充的票 反而更好 更安全 好 那除了新能源车之外 还有就是与之相关的一些板块 比如说这个汽车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的话 我觉得它总是比新能源车更强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发现 它总是比新能源车更强 你后来它在本周出现了一个联市走强趋势上涨 怎么理解 这个我觉得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牛市 朋友们汽车零部件就是牛市 为什么 看这里 是不是发现问题 它的底部在不断抬高 这个顶部也在抬高 所以下个目标是这里突破这个位置上涨 而且看量能 量能是怎么放出来了 朋友们记住 这个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注意 它现在就是牛市的走势 那么我们可以以10天均价线为标准 在10天均价线附近 我们可以做个低吸 做个博弈做跟踪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10天均价线这个位置 要是守不住的话 我们要考虑撤退 考虑跑路 策略 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汽车零部件个股的话 它的波动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容易出牛股 容易出腰股 那么这个方向 尤其是在近期底部出现明显上涨的 或者底部突然的这些票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前排这些就不用我说了 都是属于北交所类型的 这个我们可以不看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是买不了的散户 是什么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所以你看了也没用 对不对 这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特别留意的 就是近期底部的 那么像长春一东 像东安 像这种日人 就是我刚才讲的 叠加题材 它是叠加新能源抽的 还有就是什么 近期一些底部开始起稳的 一些放量的票 大家是值得重视和留意的 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 一些前期的人气票 灰彩到位的才是重点 但同样的也是有风险的 你看后排的这些票 有一些大跌了 有一些跌停的票 同样也是有风险的 这里我再次的提醒大家 就是说在近期出现底部异动 那么调整到低位的 还是得大家重视 比如说昆炭 你看这种跌的比较快 长也比较快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留意一下 后期反常的话 它可能会有机会 像三连这种 也是属于低位的一个调整震荡 对吧 整体来说市场的节奏 还是属于一个高低切的一个过程 什么意思 就是高位的切换到低位的 那么汽车零部件也是一样的 那么从技术 从技术方面来看 人气比较旺的反而更好 比如说像一一斌这种 它就属于那种人气别忘的 那么你想想它这里短期出现这条 那不怕都说走出一个N形的走势 像这种类型的话 就值得大家特别注意和重视 因为我说有急接急杀 反而是值得大家跟踪的 让大家去做一个博弈的 整个来看汽车零部件板块 我觉得它的走势比新农业车更强 所以大家要重点重点的去留意一下 尤其是近期底部出现异动的回踩到位的 刚才讲的那些人气票才是重点 好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汽车相关的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大家看在周五也是吹吹吹爹的 但是无人驾驶你会发现个问题 什么问题 发现没有 它就是一个大刘四行情多头进攻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大家值得重视的 值得留意的 调整就是机会 调整就是机会 那么它现在主要的压力位 主要支撑位就在这一块 就是二十线三十线这一块 所以回踩到二十三十线附近 我觉得大家可以博弈可以跟踪的 每一次的上涨后的一个回踩就是机会 大家记住回踩就是机会 如果说它能够回到60年线更好 但是我觉得想要回到60年线的话 是比较困难的 再加上在近期又出现利好 什么利好 华为无人驾驶的停车的利好 对不对 所以后期可能会迎来一个炒作 这个方向它近期又出现一个放量量 放的比较大 是一个明显的放量突破 放量突破就是什么 就有效突破 那么突破后 后面一旦出现什么回踩后的一个低点 将迎来新一轮的进攻 所以这里是值得大家重视 无人驾驶个股的话也是比较疯狂 大家看这是周五的一个情况 周五的话表现最强的是汉兴 二三次还用人网通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新龙头 比如说网通 网通的话是一字版 但是这个票的话可能操作起来 是吧 没有机会 一字版的话你没有机会 那是创业版有一个人气票 你看最近的则是非常不错 就是万级 万级的话在短期出现一个异动 那我觉得像这种票的话 大家就留意一下五天均价限就好了 五天均价限的一个真撑 一旦锁住了 一旦能够稳住 我们看多机场 如果说没有票的 在五天均价限附近 也是可以考虑博弈的 对吧 这种就是超短线选手 需要注意 需要留意的一个点 还有除了这些票之外 低位的一些补涨票 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当然前期的一些人机票 一些农场票调整到位的 我们也是可以留意的 可以去做个跟踪的比较 前期大家知道 这种是吧 浙江四宝是前期人机票 前期人机票 那么近期出现一个明显的 一个什么震荡 那么回踩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个博弈跟踪 后面一个反弹拉高 我们就可以获利的 不仅仅是这种类型的 还有很多种类型的 比如说像这种 前期的一些人机票 对吧 大家也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这种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趋势票 你看近期的走速是属于什么 震荡上行 那么如果他回踩到 趋势线附近 二次线 三次线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跟踪 是不是可以做个博弈 对吧 好 我就是不是给机会反弹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机会还很大的 所以这种人气农投票 才是大家需要留意的重点 综合来看 汽车没走完 汽车仍然是主角 汽车仍然是主线 所以调整就是机会 找机会上车就对了 好 这一期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